你上餐就是滋養湯跟困固湯 小心翼翼把餐點送上桌 整理菜品也絲毫不馬虎 快60歲的許小姐 去年底告別多年家館身份 來到餐廳上班 因為家裡的人 小朋友都長大了 現在也在上班自己一個人 想說肯定自己 要中高年去應徵 我心裡想來應該就是成功率不大 但是店長人蠻好的 給我這個機會 疫情後餐飲業復蘇 人力需求龐大 網品集團最新統計 二月初收到履歷數量 比較過年前增加超過四成 去年高齡者約一百五十一人 今年兩百五十一人增幅超過六成 店號內場的比例會比較多 那主要的話就是內場 我們主要都會安排 像是獨立的工作站 那獨立工作站的話 就是如果不用再接觸 外部的客人的話 勞動部從去年開辦補助計畫 企業僱用中高齡員工 每人每月最多有一點三到一點五萬補助金 這也表示獎住基金措施幫助很大 餐飲缺工除了招攬高齡族群 也有企業直接向清水出招 吧台上精心調製水果茶 金森三賣針對服務人員和廚師的起薪 調升百分之二十 保底月薪四萬元 希望能補足展店人力缺額 職缺本來是五十個人左右的職缺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項來其實要展店 所以其實需求應該會到一百名 而芙蓉飯店也預計今年再開三家飯店 續出五百個缺額 也用薪資招引人才 業者強調招募不限年齡層 只要能適應職缺就能嘗試 為了解決缺工 調薪也多方招攬 迎接易後消費市場